新元时影 五光十色的圣诞村 十多年来 在纽约市布克林一个社区中 每年感恩节之后 家家户户就开始把小小的宅院 布置得热热闹闹 有些还请专业人员来布置 有音乐 有主题 就像个迪斯尼乐园 被称为圣诞村 每年吸引了数十万的游客 也借此为各个不同的慈善机构募捐 话说 Lucy Sparta女士 1986年搬到这个区 为了传承她已故母亲的习俗 她也每年屋内屋外的 摆设五彩缤纷的圣诞装饰 路人经过 都会驻足欣赏 惊叹 邻居们却闲吵 有所抱怨 但她不以为意 仍然每年如此 十多年前 其他家也开始 如法炮制 大家做得越来越专业 游客们也越来越多 有旅行社还把它当作特别旅游景点 一团一团地带来参观 今年疫情的关系 有些人家为了避免聚众 就不做特别的装饰了 有些还依然保留这个传统 疫情改变了各种社会活动形态 也带来了最好的反思机会 这些圣诞音乐 圣诞灯彩 到底是在庆祝什么呢 到底什么 才会给我们内心 带来真正的欢乐呢 人们忙着布置 忙着观光 忙着采购 忙着聚集 哪有时间安静下来 看看自己的心灵庭院 是否一片漆黑 阴暗 还是也很绚丽灿烂 并且不只是短短的一段时间 而是一年四季 天天都有光明之主 就是创造并拯救我们的主 此下盼望与平安 这才是普世欢腾的真谛 福世欢腾救助下降 到地皆他全望 为愿重心预备地方 祝天万物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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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欢腾 住之万房 终闭 兜唐 歌唱 我夜红桃 高山平原 响应歌声嘹嘹 响应歌声嘹嘹 响应歌声嘹嘹